中東軍事緊繃 從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以來 雙方是戰火不斷 不過中國網友卻在網路上貼出 說這工廠收到來自以色列的防彈背心 吉丹 還有哈馬斯訂製護欄 讓中國部分網友很開心 說這樣子中國兩頭鑽是少有的贏家 以色列國家安全局宣稱 哈馬斯的創辦元老已經被軍方逮捕 而他身邊還有許多曲折離奇的故事 包含他自己多次被以色列拘捕 但是有兩個兒子先後脫離了哈馬斯的組織 長子是跟以色列國安局秘密合作 跟哈馬斯組織作對 小兒子則是因為公開批評 哈馬斯的官員貪腐 就被哈馬斯冠上叛徒的罪名